其實我們一說新聞審查 大家會期望的就是 有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很明顯的受害者 有人拿著把刀 然後不准你說 不准你做 現在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想寫這本書 很多年前 當我在媒介裏做事的時候 發覺媒體裏面 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有很多的做法 一見到我們會覺得 很聰明 審查是可以在模型中發生的 那我當時想 是時候要認真地去研究 這個現象 將系統改革 最大的轉變是 大概2013、2014年 聽很多的行家 傳媒的朋友 他們描述他們的處境 我發覺 有很多故事開始出現 比我當時正在做的更加離奇 更加操控更加機微 更加神密 更加無形無跡 那慢慢開始 集合了這些現象和故事 又找到一個框架 將它擺在一起 我自己是這樣的 我們這個政府 其實任何政府 它已經擁有很多資源 其實新聞界 應該是代表人民去監察政府 而新聞界不需要加入 作為政府操控輿論的一部分 再為它服務 所以 在我的眼中 我就認為 新聞界應該監察政府這個角色 是很重的 而問題就是 質疑 還有 你去 舉一反七 你是要時間 你要資源 要心力 在現實的運作裏面 如果整個傳統機構或者記者 它是每天要講24小時新聞 每天要講即時新聞 每分每秒都是死線的話 他們是沒有時間去做這些 比較深入的分析 和反思 其實 出來的結果 就是 用了 有權力 有權勢 去製造新聞的人 所謂newsmaker newsmaker 就是 你有錢 你可以搞記者會 你可以搞很多大型的功能 我可以搞一個戰艦來香港表演 這個就是令到 有權勢的人 他的聲音 會是 不免 和比例高了很多 我一門記者的監察和分析 在新媒體裏面 尤其是覺得年輕人 是掌握著優勢的 這種優勢 是 比 他們老二十年的人 是掌握不了的 因為 新媒體如何去搜尋 如何去 在網絡的世界裏面 得到人的注意 這些是 現在年輕人的專長 在網絡的世界裏面 如何透過畫面 聲音 去表達自己 這些是年輕人的專長 來的 主流媒體那一套 其實慢慢會衰落 而且是 現在 在主流媒體裏面 掌權那幫人 是 能夠有機會 掌握到 這一套的表達方式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是 不是真的那麼灰 我覺得 我要宣傳一下這本書 我覺得這本書 不單止是 講的新聞界 裡面 講的一些 操耗的技巧 那種細微的 部署 其實發生在 香港很多 很多行業裏面 有的 我餐廳 有的 用在 裡面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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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